机舱白雾弥漫 乘客个个俯下身来 捂住口鼻 就怕吸入浓烟 这家从四川 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飞行途中 左边引擎期货 烟雾弥漫 持续约40分钟 乘客觉得呼吸困难 纷纷俯下身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有机上的乘客笑说 还以为人生要画上句号了 索性飞机降落后 开启充气滑道 疏散乘客 机上146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接平安 但有眼尖的网友 在影片中发现 一名黑衣男乘客 在紧急逃生时 还带着一个行李箱滑匠 痛批他自私 并称隔破滑道 其他人要怎么逃生 飞机走道上站满乘客 还有人拿指扇风 一架从上海 飞往新加坡的客机 因技术问题 滞留在机场的停机 平上约8个小时 冷气时有时无 到最后甚至直接被切断 空气不流通 开始变得闷热 不少乘客感觉快要窒息 飞机一度尝试起飞 仍以失败告终 乘客在冷气不足的情况下 滞留在机上长达8个小时 航空公司最终决定取消航班 乘客下机时 场面一度混乱 航空公司赶紧为乘客 安排住宿 结束这场惊魂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